喂 喂 是我 你离婚了 为什么 我的事你就别管了好不好 我不跟你多说了 我还要去 跑步呢 再见 喂 程庄 你妈妈为什么跟那个姓郑的离婚 前段时间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我跟你说 爸爸 你非气死不可 郑叔叔想要个弟弟 可是我不想要 妈妈就站到我这边来了 结果呢 郑叔叔生气了 他们俩就离婚了 小张 来 先生 我出去一下 双张 我去找妈妈 你在家里乖乖的啊 不许调皮脑袋 她想吃什么 随会所打个电话 让她们送 好的 行 不过 爸爸 是你妈妈正在伤心的 你可千万不要再惹她生气了 我知道 放心吧 先慢慢走 好 走吧 程庄 咱们去洗个页吧 上楼 好 你走的 你走的还挺起劲的啊 没心没肺啊 你怎么来了 你不说你跑步吗 不在这儿还能在哪儿啊 他为什么不要你了 他没有不要我 是我要求跟他离婚的 你别胡说行不行啊 是不是因为你不能生孩子啊 是不是因为你不能生孩子啊 不管你的事你别管了 这王八蛋我一直看得不顺眼 真好 我今天好好收拾收拾他 你听我说 真的不是他甩了我 你还没他辩解 我说的是真的 是我心甘情愿跟他离婚的 他这辈子应该有个孩子 他应该获得幸福 应该得到完整的人生 你懂不懂啊 行了行了 我也不跟你多废话了 你一点都不懂感情的理 你怎么对他这么好啊 你怎么不对我好点 我对你好你也不珍惜啊 我现在明白了 你啊 纯属活该你 你知道吗 不愿意 行了吗 你长这么脑子啊 吃了那么多次亏了 不长经验啊 不长教训啊 手机的及时不及时不及时啊 随便你怎么说吧 行行行 我现在明白了 其实啊 我真这么多事 我才是一个废物 尽管不该我管的事情 我活该我见 等等 别扶 干嘛 你来找我 是因为关心我吧 我关心你啊 我关心你啊 我有那功夫啊 我有那闲情雅致 你太自作多情了 我告诉你 他今天来是看你笑话的 你就是个大笑话 我怎么能放过 这么好的机会 让我开心呢 你太搞笑了你 你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你要不这么说啊 我还真认为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永远不会说一句好听的话 但不管怎么说 谢谢你啊 谢谢你关心我 不过 我没事的 我真没事 我没事你 我没事 我没事 你 你 我没事 你别把他 我告诉你 找到他 是你爸为了祖宗 烧了高香过来 你明白吗 你还不要呢 要不是看到你 照顾我的份上 你这点我废了你 得瑟 以后别那么嚣张 宝贝的话 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你知道没有 你飞吧 你还真想找抽是吧 我说的是真的 我看你病得不轻 少在这儿跟我爽不来 宝贝的话 我真揍你 听见了吗 跟我打架呢 你未必打得过我 我说的是真的 但是呢 我确实欠他 其实 我心里也很郁闷 你这样吧 你动手打我 我保证我不换手 咱们俩呢 都出出气 拜拜 还赶上了 没走 知道我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 我找姓郑的去了 我去他家门口了 我把他给揍了一顿 什么 你 你把他怎么样了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讨厌呢 谁让你去找他的 我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吗 不是他甩了我 是我心甘情愿跟他离婚的 谁甩了谁 谁不要谁跟我没关系 我只是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这是为了你解气啊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当圣人了 当时你出轨的时候 你怎么把自己打一顿呢 所以我后悔啊 你后悔什么呀 我没看出来 不管那么多了啊 反正你现在是一个人了 你不会又紧急着 找一男的随便嫁了吧 你管得着吗 我当然管得着了啊 你不是冲着他妈吗 我跟你说啊 你别乱来啊 你都离了两次婚了 再离我跟你说 你真的人品上就有问题了 你街坊思琳都会说你的 那个 我看不行的话 还是咱俩付婚吧 我不嫌疑你 你不用了 不用诧异 你开什么玩笑啊 没开玩笑 我说的是真的啊 我跟你说啊 你不用装 这事我知道你心里有气 你心里挺高兴的 我竟然替你解了气 别说了 我跟你说 咱俩互婚 咱能把那姓正的 给活活气死 你更解气 其实啊 这人啊 可不就是这样嘛 对吧 你说一眨眼就过去吧 没错 我之前啊 是那个 出货 出货鬼 可是你呢 结婚离婚 离婚结婚 结婚又离婚 对不对 咱俩算是扯平了 我跟你说 我不会怪你的 但我也知道你不会怪我 天真 你自己想过没有 你去现在啊 有个致命的弱点 我说了 你别不高兴啊 你现在不能生孩子 你说哪个没结婚的男人 敢娶你啊 对不对 何况啊 这岁数的 都是小姑娘了 你那二十一二还能折腾 你呢 你给我再找一个 你就敢保证 能跟她白头洗牢 过一辈子 没定吧 没准 还不如我跟郑艳似的 到时候你不下了 行了 你有病 我没病啊 给我 一块儿走吧 走走走走